哈喽 大家好 我回来了 之前也是在国内好几个地方吃了好大的一波 那么今天先来跟大家吹一波 我从小吃到大的广西菜 要说广西菜不得不说米粉 将上好的大米磨成浆 装带滤干 团成粉团煮熟之后挤压出来 这就成了广西的米粉 而号称广西的三大米粉 螺丝粉就不说了 最近两年早已火遍全王 其实大家如果来不了广西吃螺丝粉的话 也没事 之前在英国跟小伙伴们一起吃过 七八个品牌的袋装螺丝粉 最好吃的几个 它的味道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广西这边街边店里的味道了 而桂林米粉嘛 原粉烫热 加上精心熬制的卤水 点缀上牛肉片 酥黄豆 酸豆角 葱花 蒜末 搅拌入味 讲究的就是这份爽口 至于老油粉嘛 那就真的是本地的特色了 大火爆香的蒜末 豆豉 辣椒 酸笋 肉末 胡椒 等等等等 只能组成这么一碗老油粉 胃 鲜辣 汤 鲜浓 夏天开胃 冬天驱寒 可以说 但凡到南年的粉店里 差不多一半的本地人点的 都是这各种配料的老油粉 除了这三大粉之外 广西其他的粉也有很多 什么生榨粉 冰羊酸粉 罗秀米粉 牛腩粉 生料粉 牛巴粉 卷筒粉 猪脚粉 八仙粉 海鲜粉 陈春粉 鸭肉粉 光是各类的米粉 简直就打下了广西美食的半壁江山 一点也不夸张 可以说 来广西不吃粉 不算吃过 广西菜 好吧 那我们再说一点其他的广西菜 毕竟我们平常也不是只吃粉的 这家贵小厨 可以说就是来南宁必吃的了 让我一道一道说 亚麻籽脆皮小刀鸭 用喝着桂林梨江水长大的小骨鸭 慢慢地烤成这么一份脆皮鸭 光是外脆里嫩还不行 外面还撒上了这亚麻籽 既增了香气 更添了酥脆的口感 这绝不是你平常印象中烤鸭的口感 简直太香 太脆 太嫩 再配上旁边的一杯山楂汁 绝 高峰柠檬鸭 柠檬鸭可以说是南宁的一道名菜 用本地的土鸭配上酸柠檬 酸辣椒 酸姜 用的这酸柠檬 其实也是南宁特有的一种老檀酸柠檬 青皮的土柠檬 加盐蜜蜂腌上几年 产生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 无比的下饭 小时候 在外婆家里的几个大老檀里 总有各种的酸梅酸柠檬 有事没事就夹一颗来给我吃 那简直是 酸的眼睛都要没了 但是那股味道吧 蘸上白糖 真是越吃越想吃 现在外婆不在了 家里人也没有人这么腌酸柠檬了 吃到这么一口柠檬鸭 瞬间 全是小时候的回忆 鸭肉酸爽 多汁 每一块肉都入味至极 咸酸咸酸的 形成了一股浓郁的香味 简直 食欲大开 老有鱼 这号称是这里卖的最好的菜 简直美作弊点 所谓无酸笋 不广西 酸笋作为老有 这一广西特色的主味 也跟着各种食材融合起来 肉质无比鲜嫩的青江鱼 表皮炸至金黄酥脆 随后再加酸笋和老有酱 慢慢的熬煮 当整个鱼肉都吸饱了 老有酱和酸笋的汁 鱼味 这岂是一般的烤鱼能比的 老有牛杂和酸笋 紫树 炒牛腱 其实 点这两道菜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在广西 就是万物皆可老有 万物皆可酸笋 没有什么菜是不能跟酸笋搭在一起的 比如什么酸笋五花肉 酸笋空心菜 酸笋炒肥肠 酸笋炒鸡蒸 吃饭不开胃 加酸笋就是了 甜螺鸭脚包 这是广西柳州的一道名菜 鸭脚先油炸 再煲煮 炸过的表皮焦香 配上甜螺鸭脚 鸪鸳蛋 炸豆腐皮等各种的配菜 一锅乱炖下来 整锅汤都带着螺丝的香鲜味 简直是好吃的停不下来 罗汉果食橄榄土猪汤 这汤的味道就不用我多说了 超鲜 其实主要是想说说 广西的特产 罗汉果 用它来泡水 超甜的 据说 罗汉果里面的甜味素的甜度 是这堂的300杯 所以呢 我们从小就喝着罗汉果泡的水长大 虽然喝到嘴里不是特别的甜 但是喝过之后的那股回甘 简直喝过就不会忘 大家可以去某宝上买几个掰开 像泡茶一样试试 绝对是一个很神奇的味道 而且还能清热止磕 壮夹脆皮夹楼夹 夹楼其实是一种叶子 因为它是胡椒薯的 所以本身也算是一种风味比较好的香料 于是广西壮乡的本地人 就用夹楼包上肉 要么煎 要么炸 这就做成了这道夹楼夹 夹楼也特别的香味 夹着猪肉的鲜香 又被炸得熬熬脆 某娃可以一连吃两个 好吃 利浦芋头包 你可能已经吃过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芋头 但是来到广西 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道利浦芋 跟一般的芋奶比 利浦芋有一股特殊的香气 跟肉烧在一起 烧得粉粉嫩嫩 配上肉的肥美 又下饭 又鲜甜 吃过的 都说好 好吧 这区区的几道菜 原不能代表广西菜的全部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了 下期 我们再去逛逛各种小吃夜市吧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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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